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定要放松 不丢不丢 所以在你推手的时候 任何小孩子不懂 不了解 在一个小孩子的思想 都有一个真盛心 哎呀 我跟她的女儿 我跟她的女儿 她一点劲儿来了 我非得跟电路上走 两个那种屁门像大炸一样 所以那个是师父讲 你永远越顶越融了 越顶就听不见了 就是没有零米度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为什么叫听静呢 你手打手的时候 你放松以后 你不用静的时候 你才能听见对方的劲儿来的 如果一方都让劲儿来了 你也顶了 两个人都顶了 那就融了 就是听不见了 听不见你的东西了 就不知道他的劲儿的方向了 所以说 那个是小的时候 小孩子不懂的时候 绝对不让你推手 当你把套路列得非常放松了 然后才叫你推手 再推手的时候 实话说 绝对不能推手 好教师 不打跑教师 就是你功夫再高 我就不给你顶 你打我就跑 然后好教师 你再高 我跑了 你爱不住我 你就打不了我了 所以说 这就是能功再功 不能功再守 不能守就走 就抱着这样的原理 抱着原理 就会能产生 我记得 我跟你说说 我们那个是 我们推手的十八九岁 十八九岁推手 我跟你说 现在呢 我们推手的 当时我们十八九岁 但是对我们大的大十岁 有个大师兄说 没有你 不是我们成家工人 我现在不要讲着神的名字了 对我大十岁 不要大十岁 当时我们才十七八十 十八九岁 人家是二十八九岁 个子又高 体力又壮 我们的十八九岁体力很单薄 就是我们能按照师父教的 因为我们经常在家 整天队 他呢 是外村的 不是成家工人 他一个星期就来两次 星期六来 然后星期天练一天 星期晚上就回去上班了 那时候 你想想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所以他有劲啊 他有非常劲啊 我们那个时候的师父力量还不全呢 没有力量和劲啊 但是掌握了师父一条原理 我们经常看 天天在看 看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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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师父一听着在讲 我们都记住了 就是这样说的 能攻这攻 不能攻这守 不能守就走 就跑 所以是啊 他的劲还大啊 就你的 我们满路跑 你的 我满路跑 我们都定不知道 定我的 但是我们在该守的时候 一定守啊 我们在攻的时候 该履的时候 彭驴烂鸡 该履的时候 就是他毙了 而挤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 这样的动作啊 有这个动作啊 有这样的动作 跑去站 他过来 驾车发在干嘛 他不是想翻你吗 这进去以后 他一翻他走出来了吗 但是呢 你不要硬去翻 就是手头 他一变 你不要考虑一变 就把手头都断了 字就变断了 所以我们女的 一定是这样的一样 这个时候谈着女啊 谈着女啊 谈着女啊 因为他又变了 一变 我们一变 一变 他一变 自动转 很轻巧的 但我们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该是没有一点事 对他肯定更把意思 第二天 两步步催 那十字连行 你想要断了 会途 途在晚上叫 晚上叫 晚上叫 叫他晚上酸鼻不放 酸鱼啊 我们是我儿子 为什么行 你来真的呢 来真的 早上吃点子疼药 早上起来以后 召回老师说 你不要埋怨人家小天 你自己的劲儿太大了 你自己把自己变断了 这就是太子权力 非常奥妙的一法 非常奥妙的一法 所以说 为什么成家公司 练不好拳 不让你退手 练不好拳 不让你退手 就是怕年轻的 你起手 你的劲儿大的 就是往变 当然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练一态 去推手 练一种兴趣 练一种兴趣 为什么呢 我们又是打架了 我们大家都这么大年纪 就是想来听听劲 听听劲的劲 听劲 所以说 我们要听劲的时候 那就是 不要产生一种硬顶的现象 一顶两种 两个人没有几下 就呼吸 就喘息了 所以说 我们不能行 所以说 我们现在练一推手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练一推手 是研究技术 研究技术的 所以说 我们在练一推手 一定是彭旅 几案要认真 这几案认真 明天 那明天 最起码 我们在练习 这九种里面的一种 勤拿推手的时候 一定要 我们把我们的位置设到 我们的手 放的位置 怎么放 怎么放 因为太极拳非常 把大精神 你们的技巧 错一点就用不了 错一点用不了 所以说 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天是 再详细去做 再去做 再详细去做